很快就到了晚上 上次是张猛做东 这次则是轮到他寒前锋了 他定的自然是大酒店了 而且还是乡里数一数二的大酒店 平日里也只有一些真正的土豪 才能在这里消费得起 那装修 那服务态度 在张猛眼里 这估计跟早年间的皇宫 都要差不了多少了 这其实是张猛不知道而已 这里还只是乡里 要是去县里或者是市里省里 那些带心急的酒店 可比这穷乡僻壤的 要来的金贵不少了 不过这些也只是外在的 来这里吃饭的人 大多数只是为了吃个面子 吃个身份的象征 至于这里的菜 味道却实在是不咋的 张猛基本上每个菜 冻上一筷子 就已经不像再去碰第二下了 吃饭的时候 张猛不好意思开口 倒是李贵方直肠子 直接把疑问说了出来 只是这话 他是用开玩笑似的语气说的 因为不管是张猛 还是他李贵方 打心眼里都知道 这件事 韩千锋肯定也是受害者 起料 就在李贵方把话说完后 韩千锋竟然嗤之以鼻的 冷哼了一声 接着就没好气地说 他还有脸来说 我坑 我没走司法程序 去告他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嗯 韩千锋这明摆着是话里有话 然是就让只能张猛跟李贵方 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张猛诧异地问道 韩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看了眼张猛 韩千锋点了一根烟说 小张 这是我也不愿你 毕竟他是你同学 你为他打抱不平这一点 我很欣赏 不过你既然问到了这件事上 那么我也就跟你说道说道 算算起来 这应该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吧 十年前 一开始 张猛还琢磨着 这个韩千锋是不是喝假酒了 可当他说完之后 张猛才明白 原来这件事 还真是得追溯到十年前了 按照韩千锋的说法 那时候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结识了徐富贵的父亲 因为某件事 两家人就捆绑在了一起 虽然后来因为大家的理念不同 导致了不花而散 可平日里 两家人走得还算比较近 逢年过节的时候 都互相有些问候 就在去年年初 他接到了徐富夫妻俩的噩耗 当时心里也是非常的难受和惋惜 千辛万苦下 这才打听到了徐富贵的近况 当他听说徐富贵内会 正在经营药材生意 他琢磨着就想要拉人一把 不仅给他介绍人脉 还注资了五十万 一开始 在韩千锋的帮助下 徐富贵这药材生意 倒还真是做得有声有色 可好景不长 徐富贵的败家子行为 就暴露无遗 不仅到哪里都喜欢讲排场 还动不动就一副 我是老大的样子 惹得徐富贵心里有些不满 不过随后想想也就算了 毕竟是雇有的遗孤 自己能帮就帮一把 也算是对雇人的一份心意了 奇料正是韩千锋 抱有了这样的心态 反倒让徐富贵的气焰 更加嚣张了起来 钱没赚到多少 还学人包起了二奶 那钱花的 跟不是自己的一样 短短的一个月不到 徐富贵赚来的钱 就给挥霍完了 没钱了 外面又有这么大的一笔开销 需要自己去支付 怎么办 醒悟过来的徐富贵 只能诱求到了 韩千锋的身上 这已经几十万搭进去了 韩千锋是真心 不想再帮徐富贵了 奇料徐富贵耍起了赖皮 死活不肯罢手 最后还装可怜 搬出了自己的爹妈 人都已经过世了 现在搬出来又有什么用 可韩千锋和徐富之间的交情 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于是无奈下 又帮了徐富贵一把 钱是给了 徐富贵也发誓 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但前后也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徐富贵竟然连公司都给关掉了 这样韩千锋真是心寒 也正是因为这样 后来徐富贵几次找上门来 他都让人给拦在了门外 甚至有一次被闹得烦了 他还让人把这烂泥浮不上墙的东西 给乱棍打了出去 至于前后两次的钱 韩千锋只当算是给固有的一个交代了 所以就没有再去追究什么 起料现在人竟然闹到了张猛那里 他这下可是不得不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给说清楚了 一边说着 韩千锋还让人拿来了两份 类似文件似的东西 其中一份是一开始 韩千锋入资徐富贵公司的合同 还有一份是最后一次帮徐富贵 他打的借条 这两份东西韩千锋一直随身携带着 魏帝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 以后不能再这么心软了 不管是韩千锋说话时候的神态 还是后面拿出来的这两份东西 张猛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他没有再对自己撒谎 可三年同窗 张猛对徐富贵的了解不能说是彻底 可也算是有一些 而且按照韩千锋的话来看 徐富贵应该现在还有点积蓄才对 既然这样 他又为什么要跑来投奔自己呢 要知道 自己不管是跟李贵方的关系也好 还是跟韩千锋的关系也罢 知道的可不多 如果说徐富贵想要利用自己来达到某种目的 更加不现实 公说公有李婆说婆有李 这倒成了一件无所查证的冤案了 倒是李贵方这个时候若有所思的问道 韩淑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个徐富贵确实可恶 可如果说他也是被骗的呢 什么叫一语惊醒梦中人 这就叫一语惊醒梦中人 在李贵方的一个反问下 张猛跟韩千锋都瞬间惊恶了 紧接着就陷入了沉思 韩千锋虽然对自己这个故人之子 并不是很看好 但对于张猛还是比较欣赏的 结合张猛之前 说到徐富贵的近况后 他想了想就说 小张 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我明天还会在乡里待上一天 你明天就把那小子叫来 我想问问 最后这笔钱 究竟他做什么用了 张猛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起料 当饭后他给徐富贵 把事情大致的说了一遍后 这小子竟然连忙说不愿意 这让张猛心里起了疑 要是再往常 他铁定第一时间就赶回牛头村 可现在李贵方有隐藏的危险 他不能走开 于是想了想 就让张三和张四两兄弟 明天把这小子给带到乡里来 如果这小子不肯 就算压也得压来 张三张四对于张猛的忠心 那自然是无庸置疑的了 于是急忙就答应了下来 晚上张猛是在李贵方家里过的夜 不过因为上午的时候 实在是太激烈了 就算现在李贵方心痒如麻 可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 于是两个人只能就这么相拥而眠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李贵方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 当时的张猛跟李贵方都已经睡着了 所以这敲门声让两人都吓了一跳 接着张猛就窜了起来 一边穿衣服 一边示意李贵方不要说话 过了约莫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时候 敲门声停止了 张猛捏手捏脚地出了卧室 然后趴在门上通过猫眼朝外面张望 外面黑乎乎的一片 不过张猛还是依稀能够看清楚 有人隐在晃动 只是看不清楚有几个人而已 李贵方这个时候也穿好了衣服 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张猛的身后 他指了指外面 用询问似的眼神看向张猛 张猛摇了摇头 还没开口说什么呢 就闻到一股子有些呛鼻子的气味 紧接着 他就看到从下面门缝的地方 有一股青色的烟 在向上徐徐升起 当时情况已经容不得张猛细想了 因为他已经发现自己脑袋非常的沉 一股前所未有的倦意袭上心头 比上一次 隔二狗给自己下钥匙还要来得强烈 二话不说 张猛直接就把仙气运行了起来 张猛有仙气护体 但李贵方没有啊 他身的一软 直接就靠在了张猛的背后上 而与此同时 门外响起了一阵撬门的声音 先撬门试探里面的人是不是睡着了 然后用迷烟来防止中途醒来 最后再撬门 强行把李贵方带走 真是好计谋 好在自己提前已经有了提防 要不然的话 现在的李贵方 估计已经被人绑走 不知道在做什么龌龊的事情了 抵抗住了迷烟的干扰 张猛稳定了心神 为了能够一举把这几个人全部给抓住 他决定把李贵方扶上床 而自己则躲在暗处 以便伺机而动 没多久 就在张猛把李贵方扶到了床上 给他盖好被子之后 外面就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而张猛急忙躲进了一旁的柜子里 透过柜子之间的缝隙 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来人一共有三个 都蒙着面 所以一下子也看不出来到底是谁 不过其中有个人的体型 好像是那个小刘 三个人先是捏手捏脚地在房间里观望了一下 见床上的李贵方应该已经是睡沉了 这才松懈了下来 小刘走到了床边 先是看了看熟睡中的李贵方 然后露出了宁笑 而他旁边的一个小子则低声说 大哥 这小妞长得还真他妈水灵 小刘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说 水灵怎么了 再怎么水灵也是一个寡妇 放心 等六哥玩爽了 咱哥几个也是能想想福的 说完 小刘还吟笑了起来 倒是躲在衣柜里的张猛 这个时候在心里疑惑 六哥 这已经是自己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了 上一次是从隔二狗口里得知的 这一次 小刘又这么说 难道这个六哥 是什么手眼通天的人物吗 要不然 怎腰有这个色胆 连一厢之掌都敢绑去做那种事 小刘也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竟然没有理会李贵方 反倒是跟另外两个小弟 去翻箱倒柜的乱翻一通 一边翻还一边小声说 动作都麻溜点 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 记得 是所有 一个也不要放过 做得这么绝 难道小刘穷疯了 当然不是 在政府机关工作过的他 平日里没事就会和当地的一些派出所民警打交道 也正是这样 他对那些个罪犯的犯罪手法也算是了如指掌了 他现在这么做 主要还是为了给派出所民警 造成一个入室盗窃外加绑票的假象 给警方在办案的时候 制造点紊乱 让警方不能及时地侦破 当然 这也是六哥交代过的 因为六哥绑了李贵方 可不仅仅只是为了做那种事 他还没精虫上脑到那种程度 他绑架李贵方其实还有其他的目的 房间里就只剩下张猛藏身的那个衣柜了 所以小刘三个人就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也就在他们毫无防备心理的时候 张猛突然冲了出去 二话不说 迎面就解决掉了一个蒙面的男子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小刘几个不由被吓住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张猛连续两击 分别把小刘跟他另外一个同谋给打昏了过去 摘下三人的黑金 除了小刘外 另外两个张猛不认识 不过现在也由不得他认识不认识了 直接从李贵方的房间里找出了三条皮带 把这三个人牢牢地给绑了起来 做了好这一切 张猛倒没有把李贵方给叫醒 反倒是让他继续沉睡 其实张猛想得很简单 他还是不想让自己女人整天担惊受怕的 于是就开始收拾起了房间 基本上就在自己房间整理好的同时 小刘几个人也悠悠转醒 当见到自己三个人绑架别人不成 反倒被绑的时候 当时就猛了 小刘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张猛的注意 他侧过头看了看 细斜地笑着说道 哟 醒啦 三个人中也只有小刘认识张猛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张猛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看样子 好像应该是他绑的自己两个人 既然这三个人都醒了 那张猛索性也就把手上的事情给放了下来 然后就这么蹲在了小刘的跟前嬉笑着说 刘哥 没想到吧 小刘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说 猛子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知道你跟李乡长之间关系不错 要不这样 咱们打个商量 你把我们哥仨给放了 现在李乡长每个五六个小时 根本醒不来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绝对不外泄 你看怎么样 张猛现在真是被这个小刘给气笑了 自己跟李贵方只要想做 什么时候不能做 还非得他给自己这个机会 这小刘还真是一响天开 可张猛跟李贵方之间的那点是 除了自己父母多少有些怀疑以外 保密的那叫一个岩石 也难怪外人不知道 小刘现在这么说 倒也没什么错 见张猛在那里 不说话 小刘还以为张猛动心了 忙就神情松缓地说道 猛子 别怪哥哥没照顾你哈 我跟你说 这小妞 可是老多人惦记着呢 你应该也知道 刚才我们哥仨可都还没下手呢 张猛笑了笑说 那我这是不是还得谢谢刘哥您的照顾了 小刘刚想二五八万四地说上几句场面话 可当他接触到张猛那双激进杀人的眼神 还有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后 瞬间就粘了下来 张猛也懒得跟这种人废话 直接沉声问道 说 你们那个什么六哥的 有没有说把李香长榜架后送到哪里去 小刘哪里还敢有半点不老实 要知道 此时的张猛在他眼里 已经不再是那个傻头傻脑的香巴老了 而是一个面目可憎的恶魔 对 就是恶魔 特别是那双眼睛 小刘发现自己跟他对视的时候 浑身上下都在发颤 听完小刘说的后 张猛皱了皱眉反问 你说的都是真的 小刘点头如捣算似的说道 猛字 哦不 猛哥 我现在哪里还有半点敢骗你的呀 我说的句句属实 你不幸可以问我这俩兄弟 刚才六哥在电话里交代我的时候 他们俩都在场 又是这个六哥 上次的事情还没顾得上去找他 现在倒好 又跑来招惹自己女人来了 张猛眉头一皱就问 这个六哥到底什么来路 一提起这六哥 小刘脸上就洋溢不住的激动 那样子 就跟那是他毕生偶像似的 不过在张猛犀利的眼神他 他顿时就粘了 据这个小刘说的 六哥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自己也不知道 总之就是混社会的头子 上面认识很多有钱的老板 而且他自己也挺有钱的 算是县城里的一霸 平日里出去 都是成群结队的 很威风 一边听着 张猛就一边在心里琢磨 这个六哥 既然这么有能耐 相信也不难打听 自己想知道的 也就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 剩下就是对小刘这三人的处理了 交给警察 不 这样的话 李贵方很有可能会产生恐慌 要不因为这个原因 张猛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整整一天不是 既然不打算交给警方 那这三个大活人怎么办呢 琢磨着 张猛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韩千锋了 现在不管徐富贵的事 到底是不是韩千锋坑害的 起码有一点 他应该对李贵方 还是比较上心的 这个从平常行为举止 还有说话态度上 都不难察觉 虽说直到现在 张猛也还不知道韩千锋的身份 但相信他一定是个有能量的人物 自己把这三个人交到他的手里 肯定比较给警方来的管用 同时 他又是在县城里活动的 既然那个什么六哥在县城里这么嚣张 估计韩千锋多少也有些耳闻 这样一来 自己不是可以卖韩千锋一个人情 同时还能借他的手敲打敲打零六哥吗 这是算计吗 是也不是 在整件事的过程中 张猛确实是把责任都推给了韩千锋一个人 可他同时也看得出来 韩千锋很想在李贵方跟前表现 至于这么一个半老不老的小老头 为什么会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这样 那就是张猛所知道的了 起码他敢确定 韩千锋对李贵方的心并不是色心 当然张猛知道这一点也就足矣了 想着他又是连续三机 把小刘三个人再次打晕后 就翻出韩千锋的号码给他打过去 这回都快天亮了 所以电话足足打了七八个韩千锋 才与其有些不悦地接起了电话 不过当张猛把事情简单地说明了一下之后 他整个人立马就精神了起来 急忙说了句自己马上就到后 便把电话给挂掉了 从韩千锋今晚所下榻的酒店 到李贵方住的房子这边并不算太远 所以半个小时的工夫人就已经到了楼下 张猛为防意外 所以让他自己上来 进了李贵方的家门 韩千锋就看到了地上东倒西歪的三个人 他有些诧异地看向张猛 张猛解释道 只是晕过去了 韩千锋点了点头 示意他带来的那几个黑西装男把人给架了出去 而在这个时候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张猛说 小张 我发现现在有点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张猛耸了耸肩说 韩叔 您这是在夸我呢 还是在损我呢 韩千锋笑而不达 重新看向躺在床上 依然在熟睡的李贵方说 贵方怎么样了 需不需要送医院 张猛摇了摇头说 韩叔您可能还不知道 我会点医术 刚才已经帮他看过了 没什么大的关系 估计再有几个小时就能睡醒了 韩千锋长叹了一口气后点了点头 像是在自嘲 也像是在感叹着说道 他父亲让我好好照顾他 可是现在 哎 张猛不置可否地拍了拍韩千锋的肩膀说 韩叔 这一切都是那个叫什么六哥的错 您就别自责了 对了 您对这个人了解吗 韩千锋微微地摇了摇头说 这个人我听说过 但你也知道 这种社会的渣子 我平日里根本就不屑去接触 所以对他的情况 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不过你放心 我在县里还有一些朋友 我相信不出三天 就能把这小子的老底 都给查清楚了 对于韩千锋的承诺 张猛当然相信了 别说他是不是还有什么朋友 估计他只要让上次那个 对他毕恭毕敬的小民警去查一查 就能一清二楚了 要知道 一个混社会的 在所里没案底 那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没有太多的话 韩千锋叮嘱张猛多 照顾下李贵方后 就离开了 不过在离开的时候 他眼神看向张猛的时候 好像多了点什么 这些张猛 可没太多的在意 他现在得整理房间了 要不然 这件事 肯定是瞒不住李贵方的 足足忙活到了天边 范白张猛 才把房间给整理好 不过这个时候 李贵方还没有醒 他琢磨了下 就下了厨房 这可是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下厨房 可能会有人多人会奇怪 一个农村的孩子 怎么还没下过厨房 这个就得从咱国家的 国情风俗来讲了 虽说一二十年前 就已经在提倡男女平等 可很多农村家庭 还是按照老黄历的男尊女卑 来教训后代 也正是这样 在张家 哥哥张壮 弟弟张猛 在儿时 简直就是家里的小皇帝 什么好吃的 都紧着他俩 后来张壮有了本事 在县城里 开启了买米的生意 这也让家里觉得 张家有了依靠 所以张猛的小日子 就过得更舒服了 不过张猛也算懂事得早 虽说没下过厨房吧 但家里的事 多少还是会帮一些的 要不然 现在也不能那么出息不适 本来张猛就只是琢磨着 熬点稀饭什么的 再弄个咸鸭蛋 也就完事了 毕竟在村里 几乎人人早饭 都是这么过来的 可张猛又一想 李贵方很显然不是乡下出身 他们这些城里人 娇贵得很 所以光是白粥咸鸭蛋 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张猛就在手机上搜索了下 看着上面的介绍 赵猫画虎 搞起了营养早餐 这心意是好的 可是那味道就 正所谓李清情义重嘛 李贵方吃过张猛 亲手为自己做的早餐 虽然实在是有点难以下咽 不过心里还是暖洋洋的 李贵方也问起昨晚的情况 张猛诧异地反问他 昨晚怎么了 这让李贵方愣神了 他柳梅微醋地回忆着 可张猛则是故作一副 浑然不知的样子看着他 这让他心里不由有些纳闷 难不成昨晚只是一个梦 小刘虽然已经被韩千锋 给带走了 但张猛还是不放心 李贵方的安慰 所以今天一天 基本上都陪伴在他的边上 直到傍晚接到张三的电话 说是人已经压到乡里时 这才离开了乡政府办公大楼 不过即便是这样 他在临走的时候 还叮嘱了李贵方 也会下班了别一个人走 记得给他打电话 他来接 李贵方并没有多疑 只当是张猛对自己的关心 于是也就硬了下来 昨天张猛曾跟张三张四两兄弟交代过 就算绑也得把徐富贵给绑来 没想到 这俩小子还真就这么做了 当张猛看到 被麻省五花大绑的徐富贵 差点就笑岔气了 徐富贵估计是一路上不停的叫唤 所以他嘴巴里更是被堵上团破不条 只是张猛有些闹不懂了 张三跟张四到底是怎么把人给这样了 还能顺利带到乡里 难道都没遇到什么麻烦 等徐富贵嘴巴里的不团给扯掉 听完他的痛诉以及抱怨后 张猛才知道 原来这俩愣头青 竟然一大早就出了门 压着徐富贵徒步从牛头村走到的乡里 难怪到了这个点才能到 摇头无语之后 张猛也不知道该对他们仨说些什么了 于是就给韩千锋打了个电话 希望他能够派个车来 要不然的话 估计很难到他说的地方去了 韩千锋倒是有些诧异 不过也没多想 就问了下张猛他们所在的地址 接着就挂了电话 没多久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就开了过来 司机先是朝着张猛看了看 然后再掏出电话 跟张猛确认了下后 这才让他们几个上车 只不过看到徐富贵那副样子时 还是有些暗自心惊的 估计他当时一定在琢磨 自己老板该不会是最近琢磨 什么贩卖人口的生意了吧 一路上徐富贵那嘴就没停过 嚷嚷着要跳车 但像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事 张猛当然不会信以为真 直接就给无视了 最后估计也是这小子喊累了 竟然睡着了 到了地方 张猛先是让张三跟张四 叫醒徐富贵下了车 然后他犹豫了下 就跟那司机说道 大哥 我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 那司机一愣愣什么事 张猛说 希望他能够去乡政府一趟 帮他接个人 这接的肯定是李贵方了 本来还是想到时候自己去接的 不过看徐富贵那样子 现在还没见到韩千锋呢 要是让他见到了 那俩人还不得掐起来啊 到时候局面肯定不是张三跟张四能控制的 当然 韩千锋不可能会有什么损伤 毕竟人那可都是带保镖的 张猛真是怕自己这个老同学吃亏 那司机倒没什么 想了想就答应了下来 张猛一边感谢着 一边把李贵方的号码交给了他 让他一定要在五点前赶到 因为五点的时候 李贵方就会下班了 司机收好了号码 点头就走了 放心的张猛 这才朝着楼上走了过去 这还是昨天韩千锋招待张猛跟李贵方的酒店 只不过 今天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包括服务员 这让张猛有些好奇 后来一问才知 从昨晚开始 韩千锋就把这里给买了下来 这不由得让张猛暗暗扎舌 韩千锋的理由是 这里的菜实在是太难吃了 打算让张猛想办法给自己进货 到时候 这里就当成自己以后招待朋友用的地方 一言不合 就买下整个酒店 这他妈的是多有钱啊 先不说这些 徐富贵被带到韩千锋的跟前时 那叫一个狂躁 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 那就是 现在的徐富贵 就跟一只被激怒的狼狗似的 简直是歹谁咬谁啊 就连张猛他都给骂了 不过在场的所有人一句话也都不说 就仿佛不当他存在似的 韩千锋让人端来了几杯茶说 这可是我珍藏的普尔 你们可以尝尝 这普尔茶其实就是一块茶饼 要是在抗战时期 这东西可一点都不值钱 只是后来逐渐的被人炒起来的 就跟那些个炒房团似的 一个道理 走了都快一天的路了 这一路上 可是滴水未沾 现在又吼了这么长时间 徐富贵早就已经口干舌燥了 一听韩千锋提到普尔两个字的时候 那哈拉子流的都快一出来了 韩千锋笑着看了看他说 怎么 想喝 徐富贵口是心非地说不要 韩千锋却笑了笑 一边吹着热气 一边滞留一口品了下茶 你说你品就品啊 品完还扎巴嘴 这对徐富贵简直就是一种煎熬 最终徐富贵还是服软了 不过韩千锋却有一个条件 如果想喝茶 那么很简单 就是把自己之前最后一笔款子打给他之后 他都做了些什么 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这个 徐富贵火就又窜了起来 冲着韩千锋就骂娘 这让韩千锋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 他不是在生气徐富贵骂自己 而是在琢磨徐富贵此时的态度 小孩子不学无术 打得闹闹 这在韩千锋这种岁数的人眼里 是很正常的 也是很司空见惯的 再者说 他跟徐富之间的交情 也不可能太过于去责怪徐富贵 要不然当初早就把人给告上法院了 但往往这种人 在见到长辈之后 绝对不敢造次 甚至应该是把自己做过的错事 一一都说出来 以求长辈的谅解 但现在的徐富贵可不一样 难道这里面真的出了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事 就这么想着 韩千锋沉声问道 小徐 你老实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口咬定 是我坑的你 韩千锋现在在徐富贵的眼中 就是一个极其虚伪的家伙 所以对于他的问话 徐富贵直接冷哼了一声道 你自己做的事 难道还需要我说吗 你自己不知道 越听韩千锋就越觉得有问题 同事心里也很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 于是继续沉声地说道 小徐 你韩叔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就算是你说的那样 我坑了你 可你有没有想过 我图什么 小张也在这里 我前前后后一共给了你多少钱 他也看到了 我后面这笔钱 就当是我坑你的 你觉得我有必要吗 韩千锋话说到这里 徐富贵也是愣住了 确实 他心知肚明韩千锋之前 到底帮过自己多少 平常的一些零七八岁先不说 光是他先后两次投给自己的钱 那也接近百万了 这笔钱对于韩千锋而言 或许并不算什么 可他也完全没必要做亏本的生意啊 就像他话里说的那样 最后一笔 就当是他坑的自己 把自己给坑得身无分文 可韩千锋得到了什么 如果真要算起来的话 他在自己身上 还亏了有十几万呢 这钱又怎么算 瞬间 徐富贵的思路豁然清晰了起来 之前的他 一心认定是韩千锋在背后搞的鬼 所以对他极度的仇恨 以至于很多摆在眼前的事情 他都给忽略掉了 这用一句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 仇恨蒙蔽了他的双眼 心里了 然后 徐富贵接着就冷静了下来 一边回忆 一边把后来发生的事 河盘拖出 当他说完后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露出了惊呆的神色 原来这一切 都是别人挖好的坑 而徐富贵还傻乎乎地往坑里跳 甚至还把所有的矛盾点 都集中在了一心帮助他的韩千锋身上 要知道 好在徐富贵没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 要不然的话 那现在可就 完全认识到 自己差点酿成大错后 徐富贵急忙跪在韩千锋的面前 祈求原谅 但现在的韩千锋 却没有回应他 而是浓眉紧皱地 在想着心事 张猛示意张三张四 给徐富贵松绑 同时让他们先带他出去后 这才看向韩千锋说 韩叔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了 对张猛这么一打断 韩千锋这才长叹了一声说道 哎 要是真说起来 这件事 还确实是我害的富贵啊 接着 韩千锋就说起了一些陈年往事 按韩千锋的说法 在县城 他或许可以做到只手遮天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他是有一些竞争对手 而在这些竞争对手中 最痛恨自己的 就要属县城里第一富豪姚强了 要说起这个姚强 其实起家的 也还算蛮辛苦的 早年间 不过是个从外省流落过来的逃荒者 后来靠着捡破烂混口吃饭 但不知道是不是他哪辈子的祖宗基勒德 竟然让这小子捡到了一个宝贝 一个据说是宋朝的此晚 当时对于什么古玩字画之类的 还不是那么风靡 所以当时他也没当做一回事 只是单纯觉得这个碗挺好看的 就拿来平常吃饭用 不过没多久 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让一个大老板见到了这个此晚 顿时起了亏惧之心 可姚强毕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 身上无形之中 就具备了一种天生的匪器 再加上这个大老板也不是个本地人 不想因为这点事而折腾出什么麻烦 以至于最后还是决定 向姚强购买这个此晚 当然在这笔交易当中 姚强是吃了大亏 但对于一个连温饱都得靠捡垃圾来解决的人而言 已经算是一笔不错的财富了 拿着这笔 在当时的他看来已经是巨款的财富 姚强连续高兴了好几天 不过这笔钱 他并没有胡乱花 而是琢磨着生财之道 我钱哪里是那么好赚的 大字不识几个的他 很快钱就被人差不多坑光了 不过也不是什么都没得到 他在做生意的这段时间里 倒是结识了几个老乡 这几个小老乡 同样日子也不是很好过 不过却都以姚强马首是瞻 也正是这样 在几乎要被打回原形的时候 姚强突然崛起 带着自己那几个小老乡 在县城里混起了社会 那个年代和现在可不一样 现在做什么都讲钱 干什么都得有脑子 可在姚强发家致富的那会 什么都靠拳头靠狠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姚强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地盘 然后逐渐的壮大了起来 最后还开了什么地下赌场 但好景不长 打黑行动的风波 刮到了他的身上 由于他出头出脚 背后又没什么人撑腰 于是就被当成了典型 判了有期徒刑六年 六年后的他依然是一条好汉 当初开赌场赚的钱 他都藏了起来 所以出狱后 他就想要东山再起 不过他出狱后 倒不是继续浑黑 因为他知道 和政府作对 铁定没什么好下场 于是就改行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前些年房地产买卖 也是刚刚兴起 姚强要钱有钱要人 有人要关系有关系 所以隐然间就成了一名 房地产的开发商 虽然小县城里的开发商 跟那些正儿八经的地产大鳄 是没法比的 可即便是这样 还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让他成为了县城 首屈一指的名人 接着他又开设娱乐场所 又做其他一些生意 利滚利息累息 很快他摇身一变 就成为了整个县城里 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而这个时候的韩千锋 也刚到了退任的年纪 当初就是他把姚强 列为了典型黑社会头子 要不然 以姚强当时犯的那点事 顶多也就吃个一两年的官司 根本用不着去蹲六年的大鱼 所以姚强就对韩千锋怀恨在心 处处跟韩千锋作对 但韩千锋毕竟上头有人 而这些年又为县里的百姓们 实实在在地办了几件大好事 也正是这样 他竟然跟打拼了这么多年的姚强 斗了的骑虎相当 现在两个人都老了 可姚强对韩千锋的怨气 却丝毫没减 只是表面上并没有太过表露 而是在背地里搞鬼 甚至可以说 只要是韩千锋染指的生意 他绝对会进行打击 或者是破坏 而徐富贵则遭受了愚痴之殃 人在坑害了徐富贵的同时 还不忘跟他说 这一切都是韩千锋背后指使的 虽然他们也知道 就这么一个不学无数的傻小子 肯定斗不过韩千锋 但在姚强看来 能恶心恶心韩千锋 那他就算吃饭 都能多吃下一碗来 听完整件事的缘由后 张萌这才算是心里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里面 还有这么一个年代恩怨在里面 韩千锋现在很后悔 也很自责 倒是张萌觉得 这对于徐富贵而言 不见得不是一个好事 以张萌对这小子的了解 他是有了钱就会乱花 从小被交纵惯了 现在遭受到了这么一个打击 不也更好吗 起码能够让他收敛一点 懂得赚钱的辛苦 看着韩千锋 张萌本想安慰几句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 掏出电话一看 好像是刚才那个司机打来的 这下张萌才意识到 算算时间 李贵方应该早就到了呀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想着张萌就把电话给接了起来 可电话那头却没有声音 一丝声音都没有 这让张萌一愣 以为是自己现在 在包间里信号不好的缘故吧 于是就站到窗边 但还是一样 张萌差一下就把电话给挂了 打算给李贵方打一个试试 可就在自己挂了电话 李贵方的号码 还没有拨出去的同时 那个电话又打了进来 这一次却有了声音 只不过这个声音 让张萌感觉到非常的陌生 他知道 这绝对不是那个司机的声音 一时间 张萌的心跌入了谷底 李贵方还是被绑架了 这消息 就是那个用司机电话 打来的陌生男子 告诉张萌的 他没有要什么赎金 更没有要张萌帮他做什么 他就好像是一个传话筒似的 告诉完李贵方 被他绑架了这个消息后 就把电话给挂了 迟疑了三秒 张萌在回播那个号码的时候 提示对方已经关机 而李贵方的手机也是一样 处于关机状态 察觉到张萌神色有些不对劲后 韩千锋诧异地询问了起来 可当韩千锋得知了李贵方被绑架了之后 整个人的反应 比张萌还要来得激烈 甚至看他那样子 就跟自己家亲闺女被绑架了似的 不过他拍着胸脯保证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是自己司机干的 因为他说那个司机 就是他的亲儿子 也对 自己儿子韩千锋肯定信得过 再说了 人不也没绑架李贵方的动机不是 张萌皱了皱眉头说 韩淑 昨晚的那三个人现在在哪里 在张萌看来 绑架李贵方的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自称什么六哥的家伙 不管这家伙 是真吃了雄心豹子 胆药睡李贵方这么一个乡长 还是有其他什么目的 他的作案嫌疑是最大的 韩千锋也想到了这一点 皱着眉就说 还在地下室 我已经叫专人去看管了 我现在就让人把他们给带上来 没多大一会 搭拉着脑袋 跟斗败了的公鸡寺的 三个人就被人给滴溜了上来 还真是滴溜着的 基本上是一人揪着一个厚薄领子 进了房间 就跟扔小鸡寺的 直接给丢在了地上 对于这种人 张萌本来就没什么同情心 不过也不至于 落井下石的上去踹几脚 现在的他心里 只惦记着李贵方的安危 如果从李贵方下班那个点开始计算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 这一个多小时 可是能够发生很多事情的 但他也相信 现在的李贵方 应该还没有被送到县里 至于原因 张萌说不清楚 只能说是直觉吧 小刘死样怪气的看了一眼张萌 然后又低下了头 这是心虚吗 还是畏惧 张萌不管这些 上去就质问小刘 说你们还有几个同党 都藏在什么地方 你要是不说 我会让你活不过今晚 对于这种电视里 常用的威胁对白 别说是小刘了 就连一旁的韩千锋也不相信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大为震惊 甚至可以说 所有人看向张萌的眼神 都变得有些恐惧了 因为他真的履行了承诺 活生生地把一个人的脖子给扭断了 当然 这个人不是小刘 毕竟他是这三个人中的老大 所以他知道的情报 应该会比另外两个多 要想第一时间解救李贵方 那现在就得流他一口气 在场的所有人 在听到咔嚓一声之后 都宛如梦境一般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有的只是猴杰上下滚动的声音 其中也包括了那三名 看似很强悍的保镖 这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 张萌竟然毫无预兆地 就把他给结束了 韩千锋在这个时候 缓缓地站了起来 想说什么 但没有说出口 重新又给做了回去 他毕竟以前是当官的 杀人 这是多大的罪他很清楚 而张萌竟然还当着 自己的面杀了一个人 即便这么人是十恶不赦的 可这样做 张萌难道就不怕法律的制裁吗 其实说实话 张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只知道 现在心里有一团火 这团火好像已经控制住了 自己整个思维和情绪 他心里只要越担心李贵方 这团火就越肆虐 让他自己都有些失控了 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知道自己有没有真的杀了人 那小刘脸色煞白地 看着自己同伴倒在旁边 一道暗红色的血液从他嘴角缓缓流淌了出来 这一秒 也已经完全相信 张萌这绝对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于是战战兢兢地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全盘给说了出来 原来那个叫六哥的确实也是个人物 有点计谋 他担心小刘他们出师不力 所以就另外有了安排 只要小刘失手了 那么第二套计划就会自行启动 但对于这些人的落脚点小刘却不知道 他只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张萌点了点头 就问韩千锋说 韩叔 麻烦你让人把他的手机给拿来吧 韩千锋还处于刚才的震惊当中 要不是张萌连续喊了他三次 他估计都没反应过来 不过在他看来 现在大错已经酿成 后悔肯定是来不及了 只能先把李贵芳救出来才是正途 如果说之前他还抱有拉拢 张萌为以用的心态的话 那么现在 他已经彻底没了这个念想 在他看来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自己留在身边不是自找麻烦吗 手机拿来后 张萌面无表情地丢给了小刘 然后说 接下来该怎么做 相信你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你想跟他一样 我也可以成全你 一个女人 换你们三个的狗命 值了 张萌话说得这么轻松 但小刘当然不可能听得轻松 他颤抖的双手 捡起地上的手机 然后面露苦涩地看着张萌说 这 这电话我现在没办法打呀 嗯 张萌心里一愣 按理说 自己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这个小刘 不应该还敢跟自己耍滑头啊 可他现在怎么 接着 小刘的解释 倒是让张萌恍然大悟 原来不是小刘宁愿 四叶不敢得罪那个什么六哥 主要是人六哥聪明 让手下在做事的时候 彼此之间如果要联系 就必须得开视频聊天模式 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 大家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而现在的小刘 其他不说 就这么一副头发乱糟糟的样子 给谁看了 都知道他出了事啊 这倒是让张萌一下子 有些为难了 倒是一旁的韩千锋 这个时候说 这个好办 这个好办 我现在就让人安排 现在整家酒店 都是他韩千锋的了 所以里面的一些 硬件软件设施 当然也都归他管了 韩千锋的办法就是 去那些服务员的化妆间 弄点能够化妆的东西 先给小刘 还有另外一个小子打扮一下 另外 再从附近的发廊里 找几个小姑娘过来 这样不就妥了吗 张萌不由地在心里 安安佩服 这世界 还真是个什么事 都讲钱的世界啊 很快 小刘就收拾好了 看着他左右右抱 还抽着烟 那潇洒劲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 受制于人的主 小刘这头 在韩千锋保镖的监视下 尝试着跟对方联络着 而张猛则是拉着 韩千锋出了包房 韩千锋现在打心眼里 已经畏惧起张猛来了 他是有钱 他在县里也有些势力 可这杀人 他可是没干过 倒是他这样子惹得张猛是直乐 他当然知道 韩千锋现在在畏惧什么了 于是就说 韩淑 放心吧 刚才我没杀人 只是把那小子给弄晕过去了 对了 应该还掉了几颗牙齿 以后你找人把他给送医院 估计止下血 也就没事了 什么 韩千锋真有点觉得自己听错了 金鳄至于反问张猛说 你确定 张猛苦笑着说 韩淑 您刚才自己也都说了 您之前可是县委书记啊 咱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至于当着您老的面杀人啊 这不是找死吗 韩千锋看着张猛不由地笑骂了起来 不过心里却也是意识到 张猛这种人只能交好 绝不能有其他什么歪心思 至于之前那所谓的想要拉拢他 也必将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他从刚才的事情里有理由相信 张猛绝非持终之物 按照张猛的吩咐 韩千锋让人把那个死的家伙给抬到了出去 至于医院 那肯定是没去的 虽说人没死 可起码也是受了伤 再加上这人的身份 到时候万一人闹起来 事情绝对小步了 而小刘那头已经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对方也跟他约好了地方 说是迟一回碰面 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张猛 还有韩千锋的可控范围了 所以他俩最后商量决定 这次就由警方出面 而他俩则是坐在车里静候加音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时候要是出面 必定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李贵芳的安危 才是首要大事 在车里 张猛有意无意地问起李贵芳真实的身份 韩千锋则是顾左言他 最后见实在瞒不过去了 就说李贵芳是自己受益恩师的女儿 所以才会这么照顾的 其实韩千锋这么说 倒也没在骗张猛 毕竟李贵芳的父亲对他 除了提携之恩外 确实也教过他很多东西 只不过这些东西 只能议会 而不能言传 所以称人是自己的恩师 也不为过 张猛心里还是有些不相信 不过也没刨根问底 而是结束了这个话题 一心一意地注视着 小刘之前跟对方约好的街头地点 那个什么老六 或许是一个人才 可他的手下就有点太没用了 先是隔二狗 后是小刘 估计这第三个也是个耸包吧 果不其然 还真就被张猛给猜着了 那小子长得那叫一个贼眉鼠眼 出门还东张西望 生怕人不知道 他是个为非作歹的家伙似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早就已经不控好的警力 一拥而上 直接就把这个小子给制服了 人就连声音都没发出来一个 把这小子给制服后 他比小刘可老实多了 简直就能用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八个字来形容 不但是把李贵方和那名司机的下落 一一说了个清楚 甚至连自己几年前犯的错误 都给交代了一清二楚 这样当时那些个警察 简直就是有些哭笑不得了 既然水落石出了 自然营救工作也变得非常顺利 只不过也不知道 是哪个嘴巴没个板门的家伙 把消息透露了出去 从来都不嫌是大的新闻媒体 文讯而来 那积极性就跟跑得快点 就能得什么奖杯似的 估摸着要是把这帮家伙 丢到奥运会上 咱们国家很有可能都会 垄断了长跑 短跑等各种和跑步 有关联的项目了 张萌倒是没觉得什么 只是感觉这些媒体会有些烦 可韩千锋则大叫一声不好 开了出门就冲出去了 他都冲出去了 张萌即便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也只能跟着 李贵芳显然是受惊吓过度了 见到张萌 也顾不得有没有外人 和有没有媒体了 扑在他的怀里 就痛哭了起来 而韩千锋先是一愣 接着就安排身旁的保镖 驱散那些招人烦的记者 同时示意张萌抓紧 先把人送到车上去 张萌一边安慰着李贵芳 一边扶着他上车 回到了酒店 张三跟张四 对于这边发生了什么事 一概不知 因为他们可是受到了张萌死命令的 必须要看好徐富贵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基本上是寸步不离地 跟在徐富贵边上 后来还是因为徐富贵肚子 实在饿得不行了 这才去找了张萌 可谁知道 竟然没找到人 就连韩千锋都没找到 这让他们几个顿时就慌了 好在这个时候张萌回来了 这才让他们安下了心 但就在他们想开口询问的时候 却发现好像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因为大家的情绪 好像都有些不太高涨 特别是李贵芳 还趴在张萌的怀里抽气 这让那仨小子 有点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了 张萌也来不及 跟他们去解释什么 回头问了下 韩千锋客房的位置后 就扶着李贵芳休息去了 好不容易才把李贵芳给哄睡着了 张萌下了楼 而这个时候 韩千锋的脸色有些难看 手里拿着手机 估计是刚跟谁通过电话吧 见到张萌来了 他收拾了一下心情 然后说 小张 贵芳睡着了吗 张萌点了点头 不过心情显然也有些不好 他看得出来 李贵芳身体上 确实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可心理上就 韩千锋两只手把手机捏得死死的 估计要是再用点力 那手机都能变得行 由此可见 他心里的怒火 可一点都不比张萌来得小 他深吸了一口气说 咱们这估计是要变天了 要变天了 什么意思 张萌一愣 有些不太明白 似得看向韩千锋 可韩千锋也没有说清楚 只是苦涩地笑了笑说 小张 现在也晚了 要不今晚你就留在这里过夜吧 也好陪陪富贵 需要什么 你直接跟他说就可以了 说着 韩千锋指了指一旁的那名黑西装男 而他则是礼貌地对张萌微微点了下头 张萌总觉得 韩千锋这好像是受到什么打击似的 不用纳闷地问道 韩叔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之前就说过 如果我能帮到的 自然会竭尽全力来帮你的 韩千锋欣慰地笑了笑说 有的是 现在不是你能帮到的 不过将来也许可以 只是这个将来 算了 今晚我就要带贵方回县里去了 你一会要是有什么话 抓紧跟他说吧 有什么话 抓紧跟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诀别 除了这个意思 张萌实在是想不出来 还有其他什么了 可韩千锋显然不想 留给张萌询问的时间 扭过头 就直接离开了大厅 而之前他交代的 那名黑西装男 这个时候 则是伸手给张萌 做了一个请的首饰 看大架势 应该是不想张萌 在这个时候去烦韩千锋吧 这家酒店本来就是一家 高档休闲的场所 除了吃饭的地方外 还有健身房等 至于客房 只有七楼这么一层 张萌到了客房区 那名保镖 递给了张萌一张房卡后 人就这么直挺挺地 站在了电梯旁边 低下头 看了眼房卡上的数字 张萌在之前 送李贵方上来休息的时候 就看清楚了 自己这房间 就在李贵方的边上 而另外一个房间 则住的是张三张四 还有徐富贵 张萌按着上面的数字 去了房间 不过在途径 李贵方房间的时候 他犹豫地停下了脚步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李贵方恰巧开了门 他见到张萌的时候 二话不说 就把他拉进了自己的房间 接着就在张萌 都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 柔唇就已经 封住了自己的嘴 张萌完全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 李贵方竟然还有心思弄耐是 张萌只能迎合着 但他不知道 李贵方这是在跟他诀别 跟这段感情的诀别 没有那么多催人泪下的场面 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张萌 疲倦睡去后进行的 李贵方看着正在熟睡中的爱郎 他眼角挂下了一滴 接着一滴的泪水 他不想走 舍不得走 因为他放不下张萌 放不下这段感情 和张萌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相恋 其实也没多长的时间 满打满算下来 也就两个月初点头 可心里对他的那份痴迷 却丝毫不亚于 那些个相爱一两年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 有人一见钟情 有人日久生情 可李贵方觉得 自己对张萌 是要超越这一切的感情 至于怎么去定义 他也说不清楚 总之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即便是给张萌做小三 也不愿意离开这个 让自己魂牵梦绕的男人 但这种可能性有吗 答案很显然 绝对没有 或许之前 他还抱有一些幻想 但直到自己父亲 来电话的那一刻 所有的希望 所有的幻想 都瞬间破灭 在外人眼中 也许李贵方的一生 应该是很多人 所向往的吧 优越的家庭环境 富裕的生活 美好的前途 可只有那种真正拥有了 这一切的人才知道 其实他们更向往 普通人的生活 因为他们 反斜杠他们 有太多的无可奈何 太多的牵绊 太多的附属 别说择偶了 有的时候 连交个朋友 都得被干涉 也正是这样 在接到自己父亲的电话 那一刻 李贵方已经心如死灰 离别往往都是 最让人难受的 好在张萌还没有醒 李贵方小心翼翼地 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然后有些哽咽地说 萌子 我爱你 但我不得不走 请原谅我的无可奈何 如果有来生 我一定会做你的女人 有两个字 我藏在心里 一直没有说出口 那就是 老公 说完 李贵方已经流下了泪水 双手舞面 转身离开了房间 可是他不知道 其实张萌在他刚起身的那一刻 就已经醒了 张萌不知道 李贵方为什么会突然选择离开自己 但他相信 李贵方肯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要不然 他也不可能会在临别时 跟自己说这样的话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没有在这个时间醒过来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旁边还残留着李贵方身上的芳香 张萌有些苦笑 也有些自嘲 在他看起来 李贵方为什么会这么走 大部分原因应该还是因为自己的出生吧 从各种迹象都能看得出来 李贵方的家庭环境 应该超出自己很多了 晚上解救他的时候 出动了警察 最后媒体也来了 那可是直播节目 就算他的父母 当时没在电视机前 应该也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自己女儿都被绑架了 做父母的能放心的下 和李贵方一样 张萌对他的感情 也是无法割舍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暗自发誓 自己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得到他家人的认可 而这认可的条件 应该就是自己的成就了 深吸了一口气 坚定了决心 张萌用那仿佛沉淀了 有千年一般的声音说道 方方 用不了下辈子 相信我 这辈子 我们一定能在一起 李贵方离开了酒店 而韩千锋也离开了酒店 张萌站在窗边 能够看到酒店门口 有两辆黑色的家常轿车 是什么牌子 张萌不认识 相信应该得不少钱 起码现在的自己是买不起的 又在房间待了一会 张萌实在待不住了 就去敲响了隔壁的房门 隔壁是张三他们三个的房间 三个人都已经睡熟了 但还是被张萌给叫了起来 徐富贵不知道该说 他是心大呢 还是真累坏了 竟然跟只死猪似的 死活不愿意起床 无奈下 张萌只好拿出一盆水 朝着他脑袋就浇了下去 把几个人都弄醒了 张萌说他准备连夜回村 张三张四有些不解 但还是听从张萌的安排 只有徐富贵一个人 在哪里吵吵 可他能扭得过张萌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直接就被架走了 到了电梯口 之前送自己上来的那名黑西装男 依旧那么笔直地站在那里 当看到张萌几个的时候 就要出手拦截 张萌笑了笑说 放心 我们不是要去追人 只是打算回去了 如果你不放心 你可以安排车拔 我们送回去 这样还省钱了 那黑西装男先是愣了愣 然后思索了一会 就点了点头 最后他还真就把张萌四人 给送回到了牛头村 不过在临别的时候 张萌叫住了他说 相信应该能够见到韩淑 我有一句话 想拜托你 帮我转告他可以吗 黑西装男当然知道 张萌跟自己老板之间的关系了 要不然他也不会对张萌这么照顾 就在张萌询问的同时 他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下来 张萌其实需要他戴的话很简单 就一句 记得当初的承诺 我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得到认可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句话也许别人听不懂 但他有一万个理由相信 韩千锋肯定能懂 黑西装男皱了皱眉思索了下 于是就点了点头 不过这个时候 张萌又回屋拿了点蔬菜递给了他说 这都是些村里人自己种的 你也帮我转交给韩淑吧 他看了就会懂的 这些蔬菜 其实都是张萌用仙气加工过的 所以韩千锋肯定会很欢喜 不过现在是被塑料袋包裹着 以至于那黑西装男并没在意 等他走了以后 张萌就回到了自己家 这回已经早上了 他琢磨了一会 就用仙气把自己身体给调理了下 既然心里有了目标 那么未来等待自己的事情 还会有很多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抓紧一切的时间去努力 张柏强夫妇 一大早就见到自己儿子在洗漱有些诧异 毕竟昨晚老两口睡下的时候 他还没有回来呢 张萌也没说什么 笑了笑 擦了把脸就出了门 他现在需要抓紧对那两块地 进行仙气的灌溉 不然的话 到时候总不能真拿一块荒地来种植吧 要知道 自己的仙气是能够提升农妇产品的品质 可并不代表能够拔苗柱长啊 也许以后可以 但现在肯定不可以 所以他必须要提早做准备 同时也要不让人发现 张萌先是来到了张三家祖上留下来的那块荒地上 这里也许在别人眼里是一片没有用的土地 可在张萌的眼中 却是自己成目标迈进的第一步 确定四下无人后 张萌开始催动自己体内的紫色仙气了 随着他的催动 原本都有些泛白的泥土上面 泛着一层紫色的光运 在晨曦的照耀下 显得非常迷人 不过张萌没有分神 这还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大面积 释放自己的仙气 所以不管是在把握程度上 亦或是自身消耗上都有些力不从心 可他没有放弃 依旧在一次接着一次尝试着 当看到那些土壤 像是有了生命似的在膨胀 在变得黑润肥沃时 张萌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大规模的消耗让张萌脸色煞白 他扶着旁边一颗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树干 坐在地上休息 累吗 很累 但张萌内心是欢喜的 因为他再一次确定了仙气的神气 休息了好一会 张萌这才稍微缓过了一些劲 他没有继续对这块土壤进行仙气的灌溉 因为他明白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中午了 张三张四还有徐富贵都起了床 张猛督促了他们一下之前吩咐的事情之后 一个人回到了房间去休息 张三两兄弟在吃过饭后 就出去找泥水酱去了 倒是徐富贵 现在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他没有跟张猛吹牛 之前确实是认识一个省城制药厂里的采购员 先不管这人到底最后能不能够派上用场 可起码自己求人办事 总不能只是上嘴皮子 碰下嘴皮子就行的呀 可现在的他都比脸都还要干净 哪里还能买得起什么礼品啊 所以一时之间他就愁容满面了 一旁的林倩倩就到他这么一副哭丧脸 就问怎么了 徐富贵以前是什么一个人 花花公子虽说算不上 起码也是花天酒地惯了的 再加上林倩倩长得确实水灵 比自己其实也没大上多少岁 所以心里就对他有点那种意思 可人怎么说也是张猛的嫂子 张猛又对自己这么好 徐富贵可不会做出那种猪狗不如的事情来 也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绪使然 让他每次见到林倩倩的时候 都会面红耳赤 紧接着就跟陶四的跑走了 这一次也不例外 林倩倩才刚凑近开了口 他急忙一个哆嗦就逃出了门 这让林倩倩是又诧异又好笑 大概差不多傍晚的时候 张三张四才回到张猛家里 而跟他俩一起来的 还有一个同村的老汉 看他那样子就知道 准是个泥水匠 不然哪有人整天穿着一条 沾水泥痕迹的长裤不是 张猛听到外面的动静 也就起了床 听完张三的介绍后 张猛点了点头 就询问起了价格 村里人 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所以人给的也是实价 但张三他们那房子 实在是太破了 人没说推倒重新盖 就已经很不错了 张三张四一听弄个房子 竟然要带几十万 当场就推说不要了 接着还埋怨那个泥水匠坑人 泥水匠也是个实在人 自己报的就是实价 大家都是相礼相亲的 要坑也不会坑自家人不是 所以被张三张四这么一闹腾 人脾气也上来了 倒是一旁的张猛 在这个时候笑笑说 大叔 您别生气 他俩年纪小不懂事 您就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 再说了 这房子是我要装修 又不是他们 所以甭搭理他俩 一边说着 张猛一边瞪了两人一眼 那意思就是 让他俩消停点 这泥水匠大叔 也是牛头村的人 对于张猛还是比较了解的 何况他现在又筋非细笔了 所以张猛都开了口 他自然也不会再去计较什么 学着张猛瞪了张三张四一眼后 就说道 猛子 书也是看着你长大的 书坑 谁也不可能坑你的 这钱我是算得多了点 但到时候都有报价表的 多退少补 这也是书这些年来的规矩 你现在出息了 事业多 书总不能隔三差五的 就跟你要钱不是 这样多尴尬呀 而且还耽误进度不是 想了想 张猛觉得也确实是这么一个理 于是就问了下多久才能助人 泥水匠大叔想了想说 如果你着急的话 我可以加班加点赶赶 但这样起码也得半个多月才行 虽然张猛对什么泥水匠 又或者是弃砖添瓦这种事不再行 但相信这半个多月的时间 应该也是极限了 于是就说 大叔是这样的 我现在身上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来 您看这样行不行 迟会我先让张三拿两万钉钱给您 剩下的我这两天就给您凑齐了 都是村里人 自然不怕什么赖账什么的 在这说了 张猛这几个月来的表现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等泥水匠走了以后 张三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不过张猛摆了白手制止了他 这房子是必须得修补的 不光是为了张三张四 还有徐富贵 那小子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孤苦无依了 自己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再者说了 人老是住在自己家 如果家里就父母跟自己 那也就算了 将就下就将就下 可家里还有嫂子 别说徐富贵了 其实就连张猛自己 有的时候 心里也会有点大逆不到的想法 这要怪 只能怪嫂子 长得实在是太水灵了 所以到时候等房子弄好了 他也打算搬过去 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私人空间的问题了 自己长大了 虽说现在李贵方 已经算是暂时和自己挥了手 但村里不还有一个杨秀英吗 如果哪一天 杨秀英在自己家过夜 岂不是又吵到了嫂子 只是他同时也没想到 这修个房子 竟然要花这么多钱 这已经是超出了自己预算了 琢磨着他就问道 小贵子呢 张三说 贵哥在外头蹲着呢 也不知道在干个啥 反正是蹲好久了 张猛先是一愣 然后看了眼厨房里 正在忙活的嫂子 不由得好笑着摇了摇头说 好了 这张卡里还有点钱 你们先去取三万 一万匙会交给我 我还有用 剩下的 你们晚上替我送过去 给那泥水匠大叔吧 说完 张猛就把自己的银行卡 递给了俩人 然后自己就走出了屋 果然 徐富贵那小子 就蹲在了墙脚跟 张猛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本打算看他在干什么的 可就在自己刚靠近的时候 就听到他哼哼出声 那声音 还非常的有节奏感 难道是他一个人在 果不其然 徐富贵这小子 真就窝在墙脚跟在自己干那种事 那叫一个投入 就连张猛出现在了他身后 他都不知道 只是张猛心里有些纳闷 他另外一只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看上去好像也不是纸巾之类的呀 于是就伸出头想要看个究竟 而就在这个时候 终于引起了徐富贵的察觉 那叫一个吓的呀 整个人都蹦起来了 张猛掩着嘴在那里笑 徐富贵则是一脸的怒意外加尴尬 一边提着裤子 一边把左手握着的东西 藏在了自己身后 这不禁又引起了张猛的好奇 死活要他把东西给拿出来 徐富贵哪里敢 完命的抵抗 可现在的张猛 岂是他能够随意反抗的 没两下子就缴械投降了 张猛得意洋洋的拿着徐富贵 极力想掩藏的东西 没好气的说 不就用手机看个片吗 有什么 我靠 你找死啊 本来张猛也以为 这小子是在看什么小图片 又或者是小电影呢 但看清楚后 当时就火了 这手机上到底确实是图片 虽然不是什么没穿衣服的 可不管是角度还是方位 那叫一个诱惑 但这张脸 绝对是张猛极其熟悉的 那就是自己的嫂子 从照片上不难看出 这些都是徐富贵 在林倩倩没注意的情况下拍的 可即便是这样 这也是对自己嫂子的一种亵渎 被发现了 徐富贵直接就跪了下来 祈求张猛的原谅 说实话 张猛当时真的气到 想要一巴掌拍死这家伙 那可是自己嫂子啊 人长得是漂亮 你在心里想想也就是了 可现在竟然对着 自己嫂子的照片那啥 怎么能忍 但见到徐富贵 一副认错的样子后 张猛的心就软了下来 他确实该死 但也不至于要了他小命不是 不管怎么说 昨晚韩千锋可还嘱咐过自己 一定要帮忙照顾好这小子的 再者说了 谁没有年轻气盛的时候 自己不也是有的时候 会因为嫂子的某一个动作 而想如飞飞吗 只能说徐富贵做得比自己 直接了一些而已 但林倩倩毕竟是自己的嫂子 徐富贵这小子 自己绝对不能就这么原谅 不然的话 那以后 他肯定会更无法无天起来的 张猛可不想在自己身边 再培养出一个隔二狗出来 要知道 当初就是自己哥哥张壮的一再纵容 这才差点 让林倩倩酿成悲剧 想了想 张猛就沉声 对徐富贵训斥了一顿 接着就问起他之前说的 那个制药厂的朋友 这不问则疑 一问出口 徐富贵可就更郁闷了 就跟终于找到了 倾诉对象了似的 把自己肚子里的苦水 都一股脑的给说了出来 听完之后 张猛心里就是好笑 不过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故作为难地说 这个问题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这样吧 你一会就给人打电话 最晚明天 一定要把人给约出来 钱我可以帮你垫上 到时候 我从你的介绍费里扣 一听这钱 还得自己给垫上 当时徐富贵就不乐意了 以前自己是大手大脚的 这些天他都后悔死了 琢磨着一定要翻身 所以现在 这钱对于他而言 也是相当重要的 本以为按照之前 张猛承诺自己的来看 这次应该可以赚不少 可没想到 人竟然突然给来了这么一出 他怎么可能愿意 不愿意 张猛故作冷笑着说 那好 既然你不愿意 那么你就自己去联系 同时 我也会把你刚才做的龌龊事 告诉我爸妈去 至于你还有没有脸留在我家 你自己心里去掂量着吧 之前张猛跟自己说的是 只要自己把人联系上了 那么剩下的事情 就都交给张猛去处理 可现在张猛却突然变卦了 这让徐富贵心里 怎么能好受 可听到张猛那后半句的时候 他刚冒起来的火 瞬间就粘了 谁叫自己鬼迷了心窍 没事跑去对人嫂子 有那种想法呢 自己这是活该啊 无奈下 徐富贵也只能妥协了 要不然 别说以后了 就今晚 估计就没个地儿 能睡觉了 林倩倩这会见张猛 跟徐富贵那外面 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干嘛 就好奇地走了过来 好在张猛眼间 急忙就把手机给关机了 要不然被自己嫂子给看到 那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张猛既然肯出这个钱 徐富贵也就乐得一个轻松 反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他直接就给联系好了 其实他认识的这个人 也就是个混吃混喝的主 要说实权 那么半点也没有 不过他有一点好 那就是人有个姐夫 而这个姐夫 恰好就是这家制药厂里的小股东 要不是因为这样 估计他连制药厂的大门 都甭想迈进去半步 约的时间是第二天 正好这小子就在县城里 张猛琢磨着 拿着剩下的一万块 就带着徐富贵去了县城 到县城 张猛肯定得去一趟李银峰那里 毕竟对于现在的张猛而言 真正能掏心掏肺的 也只有他这么一个了 其次才是徐富贵和张三张四 有了上一次白菜事件 李银峰可是对张猛 佩服得无底头的了 要知道 他后来也不是没有去乡里溜达 但连续溜达了好几天 别说跟张猛上次 拿出来那种品质的白菜了 就算稍微刺一点的都没有 所以在李银峰看来 张猛肯定有自己专门的进货渠道 他没去打听 也没去挖掘 因为他觉得 兄弟好就是自己好 自己完全没必要去逃根问底的 也正是他这样的性格 才换回了张猛的信任 李银峰见到徐富贵 竟然真去找了张猛 不由的私底下问张猛怎么回事 张猛倒也没有细说 只是说都是同学嘛 能帮就帮一把 见张猛都这么说了 李银峰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他却告诉了张猛一件事 就是之前那个妇科大夫 好像被开除了 这种行为作风不检点的人 被开除了也好 在临走的时候 张猛还去拜会了下李银峰的上司 也就是泉水湾酒楼的大厨 现在人已经不仅仅只是大厨了 老板非常欣赏他 直接给了他一点干股 以此来留住这个难得的人才 当然他能高升 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靠着张猛的 毕竟没有张猛提供的那些食材 他也不可能为酒楼在去年一年里 赚上这么多钱啊 所以他见到张猛那叫一个热情 有意无意中还透露说 只要张猛来吃饭 全部免单 只需要以后他 要是还有什么好食材的话 能够多想着自己一点 李银峰在这个酒楼 也坐了有一年多时间了 到现在还是提个小帮厨 张猛琢磨着就跟那大厨说 只要小银子在这里 我肯定会优先考虑你们酒楼的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大家都是明白人 张猛这话 那大厨自然就清楚了 所以在这天后没多久 李银峰就被直接任命为后厨的副总 这虽然只是个空头衔 但工资什么的都涨了 让李银峰当时乐辟了 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回张猛跟徐富贵 两人离开了泉水湾酒楼后 直奔了约见的地点 只是让张猛没想到的是 在那里 竟然遇见了 之间因过自己的药材铺老板 遇之后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